朋友们好 继续学习销售商品收入确认计量的内容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四个是富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 上节课也谈到过了 富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 如果说能够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退货可能性 我们在进行处理时 平时发出商品时都确认收入 等到期末时把估计退货这一部分 平时已经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冲掉 同时确认预计负责 等以后发生退货时 在原来估计的范围之内相应的充减预计负责 但是如果说最终退货的量跟原来估计不同 肯定还会调整退货当期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的 那要是能够 要是不能根据以往经验决定退货可能性 退货期满的时候风险报酬算转移 到那个时候确认收入 要考试你按照这个来 工作过程中单说 你说来个富有销售退货条件上面销售 到月末呢就是给充了一部分 人家这个老板辛辛苦苦确认点收入 你到月末看人不顺眼 按照20%给充了算怎么回事 老板说你为什么充 你说我看你不顺眼 那合适吗 一般的来讲食物中比较少 都是你实际发生退货是在说 何况我们知道你自己充的这一部分 你也不能说减少当期的所得税 你税法上不认的 你说一充把利润少了 收入少了 一般的不做 考试 他要说富有销售退货条件上面销售 那你期末该充就得充 不充不行 那再比如说 就是把自己的新产品给卖出去了 不能根据以往经验决定退货可能性 按照我们会计 好了 退货期满时没退货 确认收入 发出商品是不确认 我在面售的时候就碰过这样一些事情 有一个公司的财务经理讲 他把自己的商品发出去了 还没开发票 告诉适用期有六个月 结果他没有确认收入 没确认收入 这必要我们会计就这样 结果这事情被税上知道了 就找他 你商品都发出去了 你这部分为什么不确认收入 为什么不确认利润 为什么不给我交税 然后他说我拿这个会计的教材 你看这块说好了 我这新产品不能根据以往经验决定退货可能性 所以不确认收入 人家讲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这个会计 你东西发出去了 你就得给我确认收入 他说我票还没开呢 你凭什么付货东西出去不开票 就碰到这样的事情 当然可能这个单位的跟税务机关 是不是也不是很协调 要协调的话 真的不确认收入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就把东西出去展览了 怎么了 但最终也没办法 说又收支纳金发款 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说我们会计确认收入 你不要认为说跟税上完全都是一样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看这个题目 甲公司是一家健身器材销售公司 2017年1月1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5000件健身器材 单位销售价格是500元 单位成本是400元 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的销售价款250万 也就是说5000件乘以500是这个数 增值税额是42万5000 协议约定 以公司应于2月1日之前交付货款 在6月30日之前有权退还健身器材 健身器材已经发出 款项尚未收到 甲林甲公司根据过去的经验 估计该批健身器材退货率 约为20% 根据以往经验决定退货可能性的情况 估计退货20% 健身器材发出时 纳税义务已经发生 实际发生销售退回时 取得税务机关开具的红字增值费 转用发票 那看一看甲公司的账务处理 1月份平时发出商品时 正常确认收入 节转已受商品成本 那他这是假定在1月1号 发出健身器材 不见得说就是1月1号发出 别的时间就不发出 没有收入了 这样呢 代方主营业务收入 250万5000件乘以每件500吗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率 销项税额 250万乘以17%的税率 42万5000 那我们借方借应收账款 292万5000 在节转已受商品成本 我们应该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代记库存商品200万 这是确认收入 节转已受商品成本 平时发出时按这个做 按照我们的准则 说等到月末了 把你当月估计的 按照以往的经验 退货的这一部分 已经确认了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充了 他说有20%估计退货 所以我们要充掉20%部分 在1月31号估计销售退回 主营业务收入充减的 因为说20%是1000件吗 每一件是500 50万 这方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充减的 1000件乘以400 单位成本是400啊 代方主营业务成本400 再乘以 就说我们退货的1000件40万 那差额就反映到 预计负债里面10万 我也说过 这一块充减的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税法上肯定不认 所以你在当年 假如说充了这样一些 利润不就减少10万吗 一定要纳税调增 等到实际真正发生退货时 税法人认可 纳税调减 而我们真正实际发生退货1000件时 会计上就充预计负债了 因为你把它反映到预计负债里去了 这就有一个 比如我们本期 要有一个纳税调增 以后会有纳税调减 就是说形成暂时性差异吗 第三 二月一日前收到货款时 当然我们收到多少 反映多少 这个题目是假定 整个的款项全都收到了 他有借记银行存款 贷方贷应收账款 292万5千 就这样来做了 认为全收到了 我们再看第四 6月30日发生销售退回 实际退货量是1000件 那如果说实际退货1000件 跟原来估计正好相等 我们这1000件 库存商品里面 当然是1000件 单位成本是400 这个来反映了 40万 英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肖像税格充减的 那你退货的1000件 我们原来每件的售价 以肖像税格充减 然后售价来 当然售价是500 每一件 增值税税率17% 这是说要充减的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像税格的数数 那已经退过期满了 预计负债肯定全充掉 这预计负债就没了 借预计负债呢 10万 贷方贷银行存款 那银行存款没有问题啊 就是说退的是1000件 每一件呢 当时售价是500 我们再乘以价税合计 1.17呗 那应该是这个数字 就一加17%吗 那如果说实际退货量 跟原来估计不一致 这是很正常的 哪有那么巧啊 正好都一致啊 比如说不一致 如果实际退货量是800件 800件的借方借记库存商品 那我们就应该是800件 常以单位成本400 32万啊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率 肖像罪额 我们应该退货的800件 每件是售价500 再乘以17%吗 那只要说退货期满了 预计负债一定都充掉 那这预计负债呢 整个的10万全充掉 是说退货期满了 我们贷方贷计 银行存款 那银行存款说的是800件啊 所以银行存款这里面是800 乘以呢 500再乘以1.17呗 那下面的问题是 我们原来是确认预计负债时 按照1000件充登 最终退货没有那么多 只退了800 那原来的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充多了 那这200件 你还要给 转回来 所以银行主营业务成本 那200件的200乘以 400 我们接下来呢 主营业务收入 这200件 再乘以 500 大致这么一个过程 就这样做呗 我们接下来说 如果实际退货量 为1200件 那怎么做呢 借方借库仑商品 就应该是1200件 乘以 单位成本400呀 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我们要进行充减的 1200件 再去乘以 售价单位 售价500 再乘以17%吗 这是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充的 只要退过期满了 那我们预计负债 全部给充了 所以预计负债呢 是10万 贷方贷银行存款 这个数就应该是1200件 乘以500 再乘以1.17吗 那等于782000 那由于实际退货 比原来估计数多了200件 那我们在这时刻 因为退货期满了 你还要再去充减 当月的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原来估计的是充100 结果退货1200 原来估计是退货1000 那结果这是 退货1200了 所以这200件 接着冲 主营业务收入200 乘以单价500 主营业务成本 200再乘以单位成本400 这么过程呗 那大致是这样 那接下来要说一个什么问题 他这说在6月30号发生销售退回 实际退货量1000件 6月30号退货期满 如果 假定是3月10号退货了 退了100件 你只要是在退货期满之前 要是有退货 没超过原来估计的数字 不会再影响到退货时的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你在原来估计范围之内相应的充减 预计负债的 那我说一下 你比如 这个题目 若3月1日退货100件 你说我们怎么做分路 要是这种情况 我说一下 大家跟着你愿意写就写 不愿意写也没关系 那你说我们退货了 借方借记库存产品 那肯定是多少呢 100件乘以400呀 等于4万呗 库存产品肯定是4万 然后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交项税额 那应该多少 100件乘以500 再乘以17% 8500呗 之后预计负债 那应该冲掉的是1万 因为你想啊 100件 原来我们冲的主营业务收入 单位的售价是500 单位成本400 差100呀 那你这100件不就是1万吗 所以借预计负债1万 当我们要100件退钱的话 你带银行存款了 100件乘以500乘以1.17 58500 实际上就是把这笔分路的数字 缩小10倍 就把这个数字除以10倍 那这么一个结果 没问题吧 没到退货期满时 只要说退货的量 在原来估计范围之内 你不要说把预计负债全冲了 预计负债只有说 没到退货期满时 实际退货比原来估计的多了 那你当然都冲掉 否则预计负债到退货期满时才全冲 说下这个事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6月30日之前 如果没有发生退货 那就把原来要充减的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没退货吗 再给返回了 预计负债充了 所以借主营业务成本40 预计负债10万 带主营业务收入50万 对我们原来月末估计的时候 借主营业务收入吗 50万带主营业务成本40万 带预计负债10万 就把它反出呗 那前面的例子说的是 能够根据以往经验决定退货可能性的情况 我们再看教材的例9 严用例8的资料 假定假公司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 估计该批健身器材的退货率 健身器材发出时 纳税义务已经发生 那按照准则 这种情况发出商品时 风险报酬没有转 不能确认收入 只能说退货期满时 没有退货这一部分 才去确认收入 这样来处理 1月1号发出健身器材时 那看第一个 就是这个发出健身器材时的分路 不能确认收入 但增值税发票开了 要确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借房应收账款 带应交税平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42万母亲 商品发出去了 要由库存商品转到发出商品 按照成本呗 所以借记发出商品 代方代记库存商品 就是这一步 5000件乘以400吗 200万 第二个2月1日前 收到货款时 收到的款项 借银行存款292万5000 把原来应收账款 42万5000给充了 代方再反映一个 预收账款250万 当然我们这笔分路 你说直接做成 借银行存款292万5000 代应收账款292万5000 也是可以的 当你不设置预收账款时 预收货款的业务 是通过应收账款 科目来进行核算 也可以接受 第三 6月30日退货期满 如果没有发生退货 会计上借记预收账款 代主营业务收到250万 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增值的肖像税格 早已经都确认过了 你不用再管它 然后截转成本时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代发出商品200万 本代200万 原来反映到发出商品 这一块截转 以收商品成本时 当然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就应该是发出商品 6月30日退货期满 假如发生退货是2000件 有退货2000件 借房预收账款250万充了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对肖像税格 有2000件退货呀 增值对肖像税格要充了 2000乘以500 再乘以17%呗 那要给他充了 没退货的3000件要确认收入 所以代方代计主营业务收入 每一退货的3000件 3000乘以500呀 那主营业务收入 人家退货了 我们原来钱都收到了 你退货部分退钱 那就说2000件 乘以500 再乘以1.17呀 那你退人钱 截转成本 截转以收商品成本 这个没问题了 这是借方 主营业务成本 卖掉了3000件 主营业务成本 截转为3000件 乘以400 库存商品呢 是退货的2000件 再乘以400 那发出商品 200万就这么截转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下面第五 售后回购 就是把自己的商品 卖给别人 以后再买回来 到底发出商品 是确认不确认收入 一定要分清 回购价格是怎么定的 就是说回购价格 只要事先定好的 风险暴出没转 不可以确认收入 要是回购价格 按照回购日的市场 价格回购 就不一样了 按照回购日的市场 价格进行回购的话 那你相应的呀 就要卖是卖 买是买 所以发出商品 这就确认收入 看一下教材的利时 2017年5月1号 假公司向乙公司 销售一批商品 开出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销售价款 为100万元 增值税额为17万 该批商品成本为80万 商品并未发出 我们售回购呢 有时商品发出 有时没有发出 因为 有时可能说 我就是 拿商品抵押 去借钱 那商品的可能就在我这边 我没有发出 也是可以的 那款项已经收到 协议约定 假公司应于9月30日 将销售商品购回 那一般售回购时间 不会太长 这个题目呢 5月1号到9月底 5个月的时间 别到说 5月9月4月一减 那就出事了 实在不行 数出手指头 因为紧张 是你数出手指头 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那这个回购价是110万 穆罕增值税 我们看回购价格 事先定好 这是一种融资行为 我们发出商品时 风险报酬没转 不能确认收入 何况商品还没有发出 5月1号销售商品开出 增值税专用发票 实际收到的款项 就应该确认负债 不符合收入 确认条件 借方银行存款117万 其中货款部分 带其他应付款100万 再有应交税 分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額17万 因此说谈到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 售后回购 发出商品时 确认负债 这不是典型的吗 确认负债了 货款其他应付款 增值税 销项税額 那也是一项负债 之后的售价跟回购价 实际上是占有人资金的利息 因为收钱了 利息时间比较短 我们就不再采用 实际利率法来进行确定 而直接就把它在当年 要跨年也没关系 就是在你整个回购期内 平均来进行摊销就完了 一共的回购期是5个月 差价是10万 售价100回购价110 所以每一个月 应该的确定的数字是2万 借方财务费用 贷方贷其他应付款2万 就这样来处理 我们再看9月30日 回购商品时 把自己商品回购了 回购时 价款部分是110万 增值的税额是18.7 而款项已经支付 我们这样财务费用 当期你再反映一个2万 每个月都是2万 借方财务费用 贷方贷其他应付款 然后整个其他应付款 现在变成110万了 原来发出商品时的 货款部分100万 5个月的利息是10万 变成110 我们付的款项里面 还有一个增值税 18万7千 就是110万乘以17% 18.7万的增值税 那贷方贷银行存款 128万7千 那是就这样 那你不要认为说 我怎么突然付钱付多了 比10万多了 原来收款收的是 117 然后现在付款 128万7 怎么多了一个数字 这有增值税 原来我们确认 销项税的时候 你看一下 一共是17万 但你这里面作为 进项税呢 18万7千 不就差了一个吗 没关系 因为这个作为进项多了 以后可以抵销项目 少交税 所以真正自己 多的负担的一部分 就是10万 增值税 在价外 我们现在作为进项税额 比销项税额多的 将来可以抵税 方法来稍微延伸一下 因为考试经常在这块出差错更正的题 那差错更正题怎么去做 这个应该要知道 那假定 20万7年12月1号 这个不是在前面了 一般的来讲呢 你要真正出差错更正的 商品是要发出去的 我时间就改一下 20万7年12月1号 假公司那些别的数据都一样 但是得加个发出商品 不发出商品 这时候 他自己确认收入有点不好意思 我假定发出商品了 假公司呢 在20万7年确认了收入 说在日后事项期间发现差错了 那这个如何来进行更正 说这个问题 我们假定不考虑所得最费用利润分配的 一些调整这件事情 初学的同学这种差错更正 那你要知道说 他的错误做法是什么 正确做法是什么 由错误到正确怎么进行更正 是这样一种思路 那先说错误的做法 因为发出商品收到款项 确认收入了 他会有借记银行封款117 贷主营业务收入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7 确认收入发出商品 当然要截转已售商品的成本 下面借记主营业务成本80 贷库存商品80 那这是错的 正确的是什么 收到的款项确认为负债 所以我们再看正确的 那应该借银行存款117 贷其他应付款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7 因为发出商品了 不确认收入时 库存商品要转到发出商品 借方发出商品 代方代记库存商品 你不确认收入 售价跟回购价 10万的利息 要是分5个月 来进行确认的话 每个月要确认2万 那现在12月 就应该借记财务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2万 大致是这样 要知道错误的 要知道正确的 如何进行差错更正呢 你看分路里面 正确错误都有的 不用更正 我这里面的黄字部分 大家看到 别管是属于错误的 还是正确的 都有 不用更正 之后呢 更正时 错误这一部分 剩下的反冲 比如我们肯定会借主营业务收入一个 会带一个主营业务成本一个 正确的保留 这就差错更正 因此你就会看到 那更正时啊 我们要把他确认的收入 100万给冲了吗 借方借记主营业务收入 带其他应付款100万 不就完了吗 然后呢 我们借记发出商品 80 代方充他呗 主营业务成本 80 再把这个保留呗 借财务费用 带其他应付款2万 这么个事情 所以再说说 更正的方法 将错误做法 正确做法 相同的科目 就我前面说的黄字部分 都给它划掉 这个不用更正 错误做法 剩余的这些科目反冲 保留正确做法 就更正完了 大致这样一种思路 但一般的来讲 考试时你学到一定程度时 自然就会想到 这件事情应该 商品售价部分 确认其他应付款 那边确认收入了 马上 那就会知道 借主营业务收入 带其他应付款 我们正常的应该是 把它反映到发出商品 它反映到主营业务成本了 那你借记发出商品 带主营业务成本 其实能够想到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说更正 借主营业务收入 带其他应付款 100 借发出商品 带主营业务成本80 然后我们当年的财务费用 确认部分 借记财务费用2万 带其他应付款2万 看下面的单选题 为筹措研发新药品所需资金 15年12月1日 甲公司与炳公司签订购销合同 合同规定 炳公司购入甲公司 积存的100箱币种药品 每箱销售价格20万元 甲公司已于当日 收到炳公司开具的 银行转账支票 并交付银行办理收款 币种药品每箱销售成本10万 没有提提加准备 同时 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规定 甲公司于16年9月30日 按每箱26万元的价格 够回全部利种药品 而甲公司15年 应确认的财务费用是多少 这个财务费用 售价跟回购价的差 然后你在当月的数字 那就确认财务费用 我们看这里面 一共是100箱 现在卖的价格是20万 回购价格26 那这个差 现在就是属于 未来要确认的利息的一部分 我们一共10个月的时间 但你在15年只有一个月 12月 所以我们除以10 你愿意乘1就乘1 不乘也没关系 等于60万 也是关于财务费用的确认 我们看下面这个题目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大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 15年12月30日 与乙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 合同约定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 A产品400件 单位售价650元 不含增值税税额 单位成本是500元 乙公司应在甲公司发出产品后 一个月内支付款箱 乙公司收到A产品后 五个月内如果发现质量问题 有权退货 甲公司15年12月10日 发出A产品 并开具增值税边用发票 根据历史经验 甲公司估计A产品的退货率 为20% 到15年底 上述已销售的A产品 尚未发生退回 那甲公司 于15年度财务报告批准 对外报出前 A产品尚未发生退回 至16年5月3日指 15年出售的A产品 实际退货率35% 甲公司因销售A产品 对15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是多少 问是对15年的 那15年我们怎么来进行考虑 先说在15年底的时候 你就得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退货的 把这一部分 你平时核算的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得给冲掉 所以剩下那一部分 才影响15年的利润总额 然后 如果说日后事项期间 退货率 要是比20% 原来估计的是20% 只要比20%数字低 我们不可以去调整 因为退货期还没满 不可以去调整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的 在前面给大家 谈书上例子的时候 就说3月1号退货100件 那你看不会调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只能说把原来的预计负债 那个冲击部分 所以你看这个题目 他说假公司于 15年度财务报告 对外爆出之前 A产品没有发生退货 那显然 不可以去调整 报告年度的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只有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调 如果财务报告 批准爆出之前 整个退货率 已经比原来估计的 20%多的时候 比如30%了 那你肯定是按照30% 总的这个数字 去充减报告年度的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那就会调 调报告年度利润 所以这不用调 这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 利润总额的影响 单位售价650元 单位成本500 我们一共是400件 直接乘以 一减20%吗 最终是4.8万 这是要清楚 要会进行处理 那要真的告诉 说日后事项期间 报告年度报告 还没有报出去 实际的退货率 已经30%了 那你说对 15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 400乘以 括号650-500之后 这块叫乘以 1-30% 这是必须的 但我们这不是 然后当然 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16年5月3号 就是报告报出去之后 那退货率的最终35% 这35%呢 原来的20部分 那你预计负债充完了 剩下的这一块 当然就要调 16年的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这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16年综合提的一部分 一个例题 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公司 为一家从事贵金属进口 加工生产 及相关产品销售的企业 其15年发生了 下列交易或事项 第一个 为促进产品销售 甲公司于15年 推出贵金属产品 以旧换新业务 甲公司在销售 所生产的黄金饰品时 承诺客户在购买后 任意识点 若购买的黄金饰品 不存在不可修复的瑕疵 可按其原购买价款 换取甲公司再售的 其他黄金饰品 具体为 所换取新的黄金饰品价格 低于已售饰品价格的 差额不予退还 就不是说 我到处再给你退钱 所换取新的黄金饰品价格 高于原已售饰品价格的 那你客户得给钱 不复插入 那就这么说吧 你爱换换 不爱花拉倒 然后15年 甲公司供销售 上述承诺范围内的黄金饰品 2300件 收取价款 4650万元 先还产品成本 为3700万 该已旧换新的政策系甲公司 15年首次推向市场 以前年度没有类似的销售政策 15年黄金的市场价格处于上升通道 根据有关预测数据 未来期间黄金价格将持续保持小幅上升趋势 若本体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说明甲公司15年应进行的会计处理并说明理由 包括应如何确认 及相关理由并编制会计份录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就这件事情 你已经收取了4650万元的款项 相关产品的成本是3700万 这已经都有了 我们要不要进行确认收入 然后前面也说了 就是说你以后来换了 如果你这部分钱比我这部分的价格高 我不退你 如果说我这边的价格高 你换过来低 你还得给我补差价 事实上来说这些风险报酬 已经完全的都 风险报酬转移了 应该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我们应该要确认收入 所以这个事项的其中的一块 应该说应确认所受商品收入 并截短它的成本 我们收到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 当然写现金也都算正确 没关系 代方代计主营业务收入 答案呢 说营业收入也行 反正你写报表项目 它也没算有问题 下面借方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代计库存商品 3700万 确认收入吗 都要截转 以售商品成本的 这是确定 如果理由 那甲公司对于15年推出的 已旧换新政策下的产品销售 要考虑到有关价款已经取得了 未来黄金价格上涨的趋势下 发生已旧换新的比例相对来较小 要同时有关销售政策 规定未来换取新产品价格 不能低于 所受产品的价格等因素 你认为风险报酬已经转移了 你要强调呢 就是说风险报酬转移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这是一个关键的词 那这节课呢 谈的是销售商品 涉及到一些特殊销售商品的 会计处理部分 介绍了 如果说富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 我们要不要 确认收入 平时发出商品时 那如果能够根据以往的经验 决定退回可能性的 这种情况要确认收入 然后到月末的时候呢 把估计要退回部分 已经确认了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形成这种对冲 行程冲销再确认预计负债 那以后退货 要比原来估计的数小 相应的充填预计负债 要是不能根据以往经验决定退货可能性 等到退货期满的时候 没退货部分确认收入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 对于那收货回购 一定要分清啊 到底是融资交易 还是真的出售 就看回购价格是怎么定的 不说了吗 要是回购价格事先定好 那就有融资性质 收到的款项就应该把它确认为负债 那如果说回购价格 是按照回购日的市场价格回购 这种情况就不同了 你卖是卖 买是买 因为它的风险报酬算已经转移 我们卖的时候相应的就要确认收入 在这一块经常有差错更正的提出现 我也说了如何进行差错更正 那有时可能说 按照回购日市场价格回购 这种情况我们发出商品时可以确认收入 结果呢 它的做法是收到的款项 反映到负债里去了 货款部分其他应付款 这不就差错吗 那当然也有情况 本来的回购价格事先定好 结果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了 本来发出商品时其他应付款 这种情况考试都出现过 所以它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 这一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